那么今天是六四三十周年的纪念日 北京照例地在天安门广场加强了警戒 在北京方面有什么样的纪念活动 另外针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的六四三十周年纪念声明 向当年广场上的人民英雄来致敬 中国官方又是如何回应的 我们下面联系美国基因驻北京记者叶斌来为您报道 叶斌你好 你好宇文 我们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一 发表了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声明 向当年在广场上站起来的人民英雄致敬 同时他还敦促中国政府要顺应民意 尊重法治 维护人权和基本的自由 中国官方如何回应 那么今天在北京气氛又是如何呢 今天天安门母亲群体的部分内署 就跟往年六月四号一样 在警方的监视下到北京万安公墓 攻击六四遇难者 天安门广场是照常开放 不过加强了安检力度 但是也有报道说不允许外国记者拍摄升旗的仪式 广场周边部署了一些警车 长安街两旁人行道上警察 武警 巡逻直勤 还有一些戴小红帽的志愿者 也就是官方认可的朝阳群众在站岗 天安门城楼正在维修 正面的墙体被遮挡 但是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仍然露在外面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六四声明 谴责北京当局暴力镇压 和平示威 呼吁中国政府顺应民意 尊重法治 维护人权和自由 那么蓬佩奥的这份声明引发北京强烈不满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予以抨击 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蓬佩奥的声明 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他说那些吃人说梦的胡言乱语 注定要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耿爽一再表示 对于那场政治风波 中国政府早有明确结论 截至目前中国外交部网站 还没有登出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问答记录 那么尽管中国官方坚称 对六四处理方式正确 但是无论是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 关于六四的发言 还是外交部的相关表态 中国官媒的中文报道都没有出现 那么只有环球时报英文版 昨天发表评论 重复了中共高层对六四不争论的说辞 称六四是中国社会的一针疫苗 大大加强了中国对未来重大政治动荡的免疫力 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 也只是在墙外的推特上 为六四镇压辩护 那么中国网络防火墙呢 近日是加大了封锁的力度 有些讨论时政的微信群被封 部分驻华外国记者抱怨电脑翻墙软件翻不了墙 还有一些网站以系统维护为由 暂停了评论功能部分直播平台暂停了直播功能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